雞有雞味,魚有魚味,牛有牛味,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大家好,我是阿肥 我是阿肥 今天我們剛剛在我們身後的雅朵酒店 確診了 不過還未有房子 因為要兩張才有 我們先去醫療肚子 對,我們去哪裡醫療肚子 我們前面好像會有新疆菜 事不宜遲 好啊,開始看我們這個影片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出新影片的時候 大家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們一起吃包 剛剛我們去檢查這間 就是蠻象城的雅朵酒店 這個蠻象城的雅朵酒店 其實好像建築物有一段時間 不過好像是新裝修的 這間雅酒酒店都很方便 因為附近老街 因為這是羅湖區 另外也會近這個蠻象城 那是金光環廣場的 嗯 但是呢 距離呢 都有一點距離 走去大概十分鐘左右 好熱 是啊 都是滴滴的了 不過不要緊,我們先吃東西 我們呢 距離的雅朵酒店 大概走兩三分鐘左右 到這裡 就是眼前的這個夢露懶 吃新疆菜 不知道有沒有下場時間 沒問題 終於坐下了 哇 我們去大眾店買個套餐 一八九十六元 就是二至三人的超級經典套餐 有幾樣東西吃? 有五樣東西吃 不過呢 沒有東西喝的 我們先吃些健康一點的沙律菜 哇,大盆沙律 這就是 沒有味道 沒有沙律醬 有醋的 有醋的 你吃下去會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嗯 吃一下這個手炸飯 正宗吃法 要用手吃的 我用紙巾吃 要用手吃 好不好 我覺得很好奇 這碗飯呢 旁邊是有一碗 應該叫紅蘿蔔絲 你試試看 究竟是不是酸 是冷還是熱的 好像是涼拌菜 有一點點辣的 我們先吃一下手炸飯 裡面有些肉 但是我猜是 排骨來的 這個時候炒得 挺有新薑的味道 是嗎? 是時候要喝這個羊肉湯 我都說 這個冬天喝就不錯 裡面有些羊肉 有些紅蘿蔔 原來喝起來有種 健康的味道 我覺得像胡椒味 它的羊肉是有點爽爽的 它不是硬的 試一下羊肉串 好啊 我們這個餐一來就有四串 好飽味 嘩 好辣 焦得很香 因為這隻肉 不太肥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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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其實我主菜 就是大盆雞 挺大盆雞 而且是棉筋 或是棺條麵 在上面 拌在上面 拌在上面 拌在醬汁一起 嘗 嘗 嘗 我感覺到它是挺辣的 挺甜的 不酸肥 但它瘦得來 不硬 軟 軟 軟 這個 應該類似是棺條麵 但它不太響 它不太響 是 像粉糰 但又不是很軟 有些咬口 很美味 現在也是196米 在大宗店去買 已經包出了茶、禮費等 是的 那也挺多東西 待會便回去 好 阿的開工 醒神 是 剛才食完新疆菜 大概二時三天 走回酒店,做一做Worm Tour 本来是设计雅子床的房型 会员和卷升级做行政房型 介绍行政房 左边是衣柜,无门 这边是洗手间 门,衣门 里面有马桶 这边也是棋缸 里面是补充装的洗流水沐浴露 棋缸佬起码有三个阿肥的空间 这边也是一般阿肥不喜欢的洗手间 洗手盆在棋缸外面的位置 磁性的卫生物品都会有 不过留意阿肥要剃酸的男士 要问前台要拿剃酸多 下面也有毛巾和风筒 身后的东西就交给阿肥了 好,又到我了 进来进来进来 这边就会看到一个少少的茶水间 里面有两瓶水,有个茶壶,还有阿肥的名物 咖啡杯,智杯 下面也有冰箱 冰箱里面有水,有茶,也可以免费喝的 即是包在房间里面的 这边有个电视 电视里面 已经写到没了 因为装作会员,所以有尊贵金会员 这边有床 这床也挺大 应该有五六尺 那里面也有床头柜 那床头柜特别之处 这里 有个位置 可以做无线充电 所以我觉得是挺方便的 好,另一边 当然也会有电话等等 等等的东西 有特别的地方有什么呢 就是有 有两对耳塞 那是否代表外面很吵呢 那待会看看外面的景是什么 另外有床椅 这床也挺舒服的 这里有个书桌 书桌上也有简单单 有书桌椅 有床椅 不过吃宵夜的地方 不过不要紧 今晚吃宵夜不会到房间吃的 一定会到一楼里吃宵夜 好,那就要看看景是什么 好,没错了 就是这个街景 看到火车 应该到... 不过呢 暂时火车经过都不算很大声 都可以的 现在我们喜欢说放题 不过放题就会在另一条片上出的 好,今晚宵夜见 拜拜 好,马国快乐就有宵夜了 是呀 好,我们先看看宵夜的信息 好 这个宵夜就位于一楼地下来的 是 就是在前台灯的那里 这样转个弯 就会看到有什么吃的了 嗯 那这里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眼前这里 哇,有多少东西 空间很大 其实呢 野食是只有这里的 这里 有薯条 粥 真是椰粥 好啊 接着还有小粮点心 是包裂的 是的 接着有一些蛋糕仔 接着就 完 哦 我记得呢 跟我们呢 上次呢 在另外一间牙朵酒店 我没记错 在KK1那间 有測号 对 我相信呢 要不就被人吃光 要不就是这间 这个地方的宵夜 每一间牙朵酒店都不同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是10点多钟 是11点完 不就是被人吃光了 还是它本身就只有这几款种类 嗯 好了 不要紧了 我们唯有回去叫烧夜吃 好 好 哈哈哈 好 所以我们呢 就已经第二天才做了 是的 昨晚宵夜還沒什麼吃,今天早餐就好很多 是啊,連即蒸頭皮腸粉也有 剛剛走一趟,有腸粉也有 我家家都有豆腐露 即蒸腸粉就不是一家家有 另外還有點心車,點心車就以一些包類的位置 但上次我來吃的那間好像有新豬雞的東西 這裡就沒有,還有你喜歡的燒賣 是的,腸粉也不錯,皮有少許煙的味道 加了一些雞蛋 我試一下豆腐露,我加了很多不同的材料 是有幾十款材料給你加 我加了老公,辣椒醬,砂糖,椰蓉 加了下去,這豆腐很滑 這豆腐花很滑,咸不咸不甜 早餐的豆腐,不只吃甜的豆腐花 不過我們一會兒會吃另一餐 那間才是今天的主題 這就是點心車 至於哪間呢?就是這間星光沃 而且是一間五星級的酒店 是老牌 所以我們吃這一點,我們就要轉場 我們吃吧 嗯 我覺得第一輪兩樣,要等得比較久 不知道是不是要即蒸呢? 好,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蝦餃 試一下這個紅寶石柳果 哇,蝦餃不錯 蝦餃的皮是薄的,但有少許硬的 這個紅寶石柳果是比較厚的 嗯 裡面有蝦,有很多材料 然後呢,一部分的菜式 每人只可以叫一碟 在那個範圍裡面 有十幾款左右,每人叫一碟 試一下,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脆皮絲飯肉 嗯 很脆 我又試一下這個鼻風塘炸蝦餃 第一次聽,竟然有炸蝦餃 香港好像都沒有吃過 嗯 好脆啊 為什麼它不厚啊 為什麼裡面整塊蝦裡面挺好的 這個碗湯餃呢 它的湯是挺香的 而且它很濃 喝下去 平時比較少見的 就是一個黃沙豬潤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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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豬潤 暫時吃到 不是有什麼味道 還有很多時候 清淡淡,這個蠻好吃的 我就試試這個,奶黃芝士荔枝球 芝士是否因為芝士水? 對,芝士粉 這個香味很像Skir的 這個沒有那麼Skir 外面有脆脆的口感 裡面有奶黃,也不算很膩 中間那層是鴛鴛鴛的皮 也不算很甜 先試試小龍花 小龍花的香脆的皮,我覺得沒那麼好看 我覺得這個餡很大 真的很好吃 皮厚了一點 裡面的肉湯有少許油 但挺滋味的 這個單點都要88分 這個是磨骨鳳爪,但它是黑色的 有少許麻辣的感覺 有些鳳爪本身有少許軟骨 試試這個是五彩糯米塔 糯米塔 其實它形成三角形 有三角 質感有點像糯米雞 有些甜品 我先試芒果的生味道 裡面的芒果肉不是太多 只有小小粒 試試看 很冷的,但生味不太多 這是錦鯉布甸 好可愛的 下面有一層綠色的啫喱 好像是錦鯉油眼水一樣 也算是滑牛的那種 不是斜燒的那種 先說一下價錢 價錢我們是在香港來拉官方網買的 有179元 另外還要加些什麼 還要加茶位費 因為原來這套餐 上網買的套票裡面 是不包括茶錢的 另外看你選擇什麼茶 我們這次選擇了一個 觀音和普利 應該是最便宜的那種 也不是還有一種再便宜的 還有一種再便宜的 是菊花茶 OK 這個就是26元一位 還要加一 差不多30元一位 加二八零九元一位 是 是給我推介資訊 阿肥 推介指數 4分 4分 加上總數 8分 反正我就想給3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服務態度 就是一般般 就是收碟也不太快 還有上菜速度也有點長 要等一點時間 對 不過 不過我覺得點心的款式非常之多 雖然已經有部分的點心 比例像蝦狗一樣 都叫皮薄餡 當然點心也有點不好吃 總而然質素也算是平均的 不會特別難吃的 因為我覺得沒有的 而且我考慮到 由11點到2點半 即是吃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 哇 今天是早餐午餐下午餐一起吃 三餐合一 好 就是這樣 好 我們順便說一說酒店的價錢 今次我們的酒店是星期六日的價錢 住了一晚 價錢是557元 就是在雅朵官方網購買的 也扣了優惠 扣了20元優惠 包了早餐和宵夜 整體而言 你覺得酒店的質素如何 宵夜就有點失望了 但是早餐都可以 早餐好像有多一點 手拉長粉都可以 好 其實今次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的影片 帶大家這類遊戲影片 如果大家穿得好看 我們接下來會再看看不同城市 去一下 可能去一下廣州等地方 好 正所謂食物質素可升可跌 甚至是人頭無質素 所以大家記得應驗自己 承受風險的禮物質 今次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關於我們 回大陸旅行的影片 記得讚好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和WhatsApp 所有的連結都在下方 然後我們本星期二、五晚上十點 準時開餐 另外我們每個月都會做一次直播 想知道幾時 記得留意我們的動態 我們在下方結束好不好 好的 拜拜 拜拜